你知道我是谁吗 你看头脚是谁 要怎么办啊 日前恐吓酒吧老板的诚信嫌犯 因为又犯下第三起恐吓事件 遭地检署深压 法院已经裁定羁押 市府发言于志明与市警局第一分局 特别说明案情 那因为他骑乘重机车 在跟这个一位计程车司机 在行车纠纷的时候 他下车他对这个计程车司机 对他出言在恐吓 他的内容大概略语是说 他基于他之前的案件 你不知道这个我是谁吗 我就是基隆某某帮派分子 他对于这个部分的话出言恐吓 那我们警方也随即在这个 第一时间接获报案就赶到现场 那将他作为这个移送 那因为这个陈嫌呢 释放这个刑法第305条 这个恐吓危害安全罪 那这个依据这个刑法第101条之一 那这个预防性积压的部分 因为他有反复实施之余 所以这个经过基隆地检署指挥 检网官生压 那接过这个基隆地院 那依据这个101条这个预防性积压 予以给他预防性积压 那对于呢 这类的治安事件 我们基隆市政府绝对不会姑息 并且呢 也会协同我们的市警局 来共同强力执法 也肯定我们市警局 维护治安的努力 也感谢呢 我们这个 愿解 让反复危害市民的这个不法分子 能够 顺利地 神之以法 共同来维护本市的事安 市府发言于志明说 针对98老板被嫌犯持枪恐吓一事 市长谢果良从事件一发生就相当重视 责称警方严密掌握动态 市府相当肯定警方努力不懈维护治安 另外也感谢愿解 让反复危害民众安全的不法分子 能够神之以法 记者综合报道